下两张纸给他稍微引一下 一人一车 骑行俱西藏 大家好 我是阿七 昨天晚上来到了四川达州大竹县 在这个凉亭下面录影 现在的话天气非常不好 随时会下大雨 我暂时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吃个早餐 剪个视频 然后上船一下 到中午的话再看情况要不要出发吧 这里就是318国了 早上的9点03分 看下外面 还是风景挺好的 有一些虫子和鸟叫声 昨天晚上是在一片玉米地旁边休息的 早上的话吃个绿豆糕 绿豆糕 然后还有一些饼干呀 各种各样的饼 先吃这些单早餐吧 吃点饼干呀 然后先喝点水 昨天晚上看瓦碎了 没有剪视频就最早了 吃点东西我就赶紧剪视频了 争取尽快把你剪好吧 整个天空都是黑漆漆的 东西已经收好了 然后行李也已经打扫干净了 昨天的垃圾在这里 等一下去扔一下就好了 出发了 听说四川是熊猫之乡 这里是大竹线 这边竹子的生产基地 那么这里会看到熊猫吗 还是去成都看吧 下雨了 完蛋了 下雨了也得出发 现在下的是小雨 确实下雨喽 大竹线政务服务中心 哇 怎么雨下大了 看一下摄像头上面都有水了 把这个垃圾沾一下 哎呦我去 这是不可回收 可回收的塑料瓶 在这里 文体艺术中心 在修路 看看人家能不能过去 掉头了掉头了 不不去呀 掉头掉头 到这边吃个中饭吧 中午吃个面前 送了一碗白酱 送一下你关注一下你 关注一下你 啊啊七计 吃饭了吃饭喽 关注你了 好谢谢谢谢 刚刚吃完中汤了 然后买了一瓶水 中国大竹竹文化公园 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下面有一个亭子 从这个县城的名字 大竹县我们就知道 这个地方一定与竹子有很深的联系 这里以前是属于从仁谷 现在叫大竹县 前面的话有一个从仁谷景区 我们方越的大山 今天要方越一座大山 就是从仁谷 看一下著名的三山两巢 三座山两个峡谷 就是我还不太清楚 这三座山代表的是哪三座山 哎呀又下雨了 怎么办 我就怕他突然下大了 那就完了 看一下这个地 快淋湿了 现在还是刚刚下呢 还不知道等一下下一下是什么情况 这个叫班主 竹子应该也是有品类的 只是我们一般人不大了解 所以就把它统称为竹子 它应该也有很多细分的品种 哎呀安心休息一会儿吧 下雨骑车也很难受的 休息了一会儿 现在继续出发吧 前往渠县 40公里 但是要爬一座山 出现场还有一段下坡 挺开心的 要开始爬坡了 刚刚大货车通路旁边过的时候 我已经闻到刹车的焦位了 哎呀 爬坡 远处的大山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翻越它 征服它 看一下这个路 左边的路是湿的 右边的路是干的 就是因为下山路 那个大货车撒水的问题 哇 看一下 这边风景不错 给大家看一下 那边的话就是大竹县 我们现在爬到班上腰了 可以看到一大片的高楼大厦 这底下的话是山谷 刚刚就是从那边一路 顺着这个山脊 爬到这里 哎呀 太热了 全身都是汗 这有一个空地啊 在这休息一会儿 喝水 这个房子好像废弃了 窗户都没有玻璃了 就门还是关着的 好 这里有这个 好像是叫枇杷吧 枇杷树 好多呀 但是都没有数 有一些村民在路上卖 是卖那种黄颜色的 这个还是青色的 看一下 我现在是在 你看这个坡 坡顶跟坡底 就是大概在中间位置 51公里 17 海拔555米 我们拉一下 把它拉到底 过了一点 在这里 然后看一下 现在这里是多少 681 57.41 4点多一点 继续出发吧 刚刚看了一样 才爬了一半 还有一半 一共是大概 十多公里的上坡 我现在大概爬了五公里吧 还有五 还有六七公里左右 我碰一点能量 接着干 马上进入丛人谷边 还要翻越这座山 三国故道云雾峡 千年古下 云雾峡 应该快接近山顶了 现在下雨了 因为山顶雾太大 所以它会有点雨 说接近也最少 还有两三公里 哇 对面的山都看不见了 看一看 若隐若现 真的都是雾呀 云雾笼罩着的山头 我先把衣服穿上 现在我还穿到短袖呢 就是镜头 不得不成样子 整个帽子上面 全部都是水 身上都湿了 既是汗水 也是雨水 洗起教训啊 上次这个睡袋 没有掏塑料袋 里面有点潮 这次的话 我掏了两个 两面正好就有一个头嘛 然后盖不住 然后我又掏了一个 这下就不会进水了 后面也盖着 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虽然现在也很晚了 休息一会儿 然后一口气 爬到山顶 5点35 还有一段路就到曲线了 但是到那个县城的话 还有26公里 进入曲线的范围的话 还有一个小山头吧 应该在山顶 以这个山头为界的 看 这么近的这个车子都看不见 只有非常非常近的距离 才能看得见这个车子 我也准备继续出发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 我们就登顶了 哇 这个雾是越来越大了 还有最后的几公里啊 加油加油 越来越来越浓 越来越浓 雨越下越大 这个雾有点大呀 看不见 我感觉快下坡了 现在已经进入山顶的一段平路了 哎 能看见吗 嗯 能看见啊 应该到曲线了 前面有一个牌嘛 太模糊了 好像看不见 这个叫十善之多美丽大竹 祝福你 出了大竹线了 到曲线了 中国环花之乡 出发太糊了太糊了 哇 又下雨 然后又刮雾 太冷了 我现在浑身湿透 得去前面找一个露营地 环花仙子 中间那个字不太清楚了 就这个不太清楚了 这里有一排的雕塑啊 这应该是从人吧 就是以前的一个民族啊 从山上下来终于不下雨了 还有12公里到曲线 快八点钟了 然后现在找到了一个废气房 还挺干净的 网上就在这边休息了 前面还有五公里就是县城了 今天就不去县城了 在这边休息吧 这边的话垃圾比较多 然后这边的话就干净一点 我们就把帐篷搭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做饭就行 后边的话就是出发 你看还有一些碟子在这里 就在这里吧 挺好的 桌子推上去吧 希望不要有对冰的盘子开闸了 要不要退心 先放外面吧 现在天还有点亮 我们先去捡点柴火 像这种垃圾堆里面就有很多 这种就挺好的 又比较好批 你看又很好烧 这种还是蛮多的 你看这里全部都有 多捡几根就行了 太多了 太方便了 看呀 随便捡几根就捡了一大堆 这个柴火有点长 把它弄短一点 柴火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先把东西卸下来了 今天做饭的水 这是安慰的 啊 这是安慰的 对安慰的 准备做饭了 今天炒一个洋葱炒腊肉 现在先把这个洋葱切出来 洋葱 洋葱得把这个梗给它去掉 然后它才会分开 不然的话会连在一起 切成洋葱丝了 这是一个洋葱 3个 3把 3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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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哎呀 千万不要蜡眼睛 切洋葱容易蜡眼睛 有点蜡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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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都切好了 我们现在拿炉子准备做饭了 今天试用一下新买的柴火炉 以后去西藏,去新疆就烤它了 看一下这个炉子,柴火炉比较小 我买的是最小好的 因为提醒了 太重的话,我感觉带着不方便 这是可以调素的骨铺机 我用充电宝的 要转掉 走了 得先开始先翻一些碎木 还得加两张纸,给它稍微引一下 往来走 这个人的往吧 这一把燃了 火力太猛了 火力太猛了 来,加点火,开烧了 开烧了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今天 这个时候就得加柴火 稍微砍的有点搭 下次还要把柴弄小一点 你看 这水倒进去,刚开始就烧开了 先把这个锅给它烧热 之前人家建议我买大一号的 我感觉这个小 最小的这个炉子就完全火力就够了 刚刚好,配我这个小锅 烧热烧热,加油吧 哇,这个还没烧一下油就赶紧放,放入 要炸 要炸 好香啊 把这次有一点肥肉煎一下 稍微煎一下 油煎出来 这个炉子火太厉害了 加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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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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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肉已经煎好了 下入洋葱 给他弄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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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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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竟然忘了去这个籽 加点柴 加点柴 马上没活了 这个火力太猛 太猛了 看一下这个火 来点盐 稍微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腊肉是咸的 我这次没有煮了 再来点鸡筋 最后点缀一点生抽 再来一个爆火收汁 看一下今天的晚餐 这个开火炉炒菜的话就是快了 菜炒好 米饭也煮好了 把这个 还是我们天天都是吃盖椒饭 看一下 还行 直接把这个菜给他倒到这个米饭上面 好 OK 把它掺开 然后让他量一量量一量量一量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开放 今天这个锅也不用洗了 因为都是油 刚好给他擦一大 然后保养一下 这个铁锅的话 如果说把它洗了 然后不放油的话 它就容易生锈 就是要这种油滋滋的 然后它就不会生锈 开发了 开发了 看一看我的柴火炒 烧柴火 用大铁锅炒出的 烟熏辣肉炒盐葱了 还可以 下次买点 买点肉 炒个回锅肉 试一下 今天用这个柴火炉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柴啊 我这可能需要买一个东西给它 稍微给它能批的小一点 像这个的话就长了 如果买一个锯子把它锯成一半 就挺好的 或者买一个斧头 因为太短的话 像这种啊 如果说用脚踹的话 它就踹不了 你长的木头可以踹断 太短就踹不了 只能用那个锯子或者斧头 要不然就是用石头砸也可以 但是先不买什么砍柴工具吧 等会期的话 有需要再买 目前用石头砸一砸 用脚弄一弄也差不多 完了完了 越吃越咸呀 今天 我又加了盐 又加了生抽 我应该不加盐 就加点生抽就行了 因为这个腊肉也有咸味 我现在感觉越吃越咸 越吃越咸 刚开始吃还行 等一下晚上要喝水喝水 吃完放了 然后今天就用柴火炉做了一个菜 晚上的话就放外面嘛 明天早上再用柴火炉再煮个早饭吃 现在的话准备过去把帐篷搭一下吧 下午过来太晚了 帐篷都没有搭 直接先做饭了 住在这个路边还是有点吵啊 因为路边的大货车现在还是有点多 帐篷已经搭好了 东西的话稍微收了一下 把它收到里面 反正被人家放在外面 被人家拿跑了 大货车还是挺多的 不过挺晚的了 现在晚上的快十二点了 十一点半了 准备休息了 视频的话可能也得明天早上再见了 当然我现在还行 还不困 反正先剪吧 等困了的话就睡觉 明天再见 今天的话大概走了四十公里左右 因为到那个县城的话是四十几左右 现在还没到 还有四五公里 不过今天走的起来 唯一的一点就是 中午下了一点小雨 然后下午走的话没怎么下雨 就是上到那个山点的话 雾太大 然后有一点下雨 之后下山的话也不下了 明天也是有雨 但是不知道到底下不下 希望它到时候天气好一点吧 明天赶往南冲啊 还有一百公里 大概两到三天就能到了 如果顺利的话两天 不顺利的话就得三天了 好的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朋友们 拜拜 正在剪视频了 然后发现下大雨了 听这个声音 大雷闪电 下大暴雨啊 远处看不见 这个灯光只能照进 照远了我就看不见了 真的 雨下的好大呀 还好今天找到了这样一个废弃吧 不然的话就完蛋了 不然的话就完蛋了